欢迎来到我们的股市简报节目 今天的新闻内容丰富多彩 首先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网购纠纷问题 随着电子商务的普及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面临着延迟或缺货的困扰 新南威尔士州公平交易办公室的投诉数量 从2022年的4380件增加到2023年的6103件 消费者保护成为了当前的热点话题 接下来随着冬季的到来 电费高涨成为了不少家庭的烦恼 专家建议选择更优惠的能源供应商 使用电热毯或热水袋 并充分利用阳光 都是节省取暖费用的好方法 最后我们来关注南非的选举结果 执政30年的非洲人国民大会 ANC在这次选举中失去了多数席位 仅获得40%的选票 这意味着他们需要与其他政党组成联合政府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悉尼陈锋报报道 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 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发生了巨大变化 过去购物是一种及时且可触摸的体验 而现在消费者需要信任线上零售商 会按时并以广告琐事的状态交付产品 然而越来越多的问题交易 与电子商务相关 特别是为按时交付的订单 新南威尔士州公平交易办公室 近几年收到大量关于延迟或缺失订单的投诉 消费者权益保护成为关注焦点 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 ACCC 主席吉纳 卡斯 哥特利布 在2024-25年的执法和合规重点中提到 改善行业对消费者保障的遵守情况 并针对零售商在交货时间上的不当行为 他建议加强法律 使企业不仅仅是提供退款等补救措施 而是面临更严厉的经济处罚 这将使澳大利亚与美国 英国 欧盟和新加坡等国际社会接轨 悉尼陈锋报进一步报道 越来越多的人对未收到的网购订单提出投诉 去年 新南威尔士州公平交易办公室收到6103起 关于延迟或缺失订单的投诉 比前一年增加了近50% 其中 体育服装公司Beastwear因为能按时交付足球装备 而被罚款超过47000澳元 消费者权益保护成为国家监管机构的关注点 ACCC主席吉纳·卡斯·戈特利布在一次演讲中指出 交货时间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 建议加强消费者保障 使未能履行保障的行为成为违反澳大利亚消费者法的行为 并面临更严厉的处罚 消费者政策研究中心副CEO钱德尼·古普塔也表示 现行法规需要改革 因为目前的法规只有在消费者投诉后才会被执行 这导致消费者与企业之间存在权力不平衡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提供了在冬季 如何以最节省成本的方式加热家庭的建议 专家们建议 首先比较能源供应商的价格 选择最优惠的方案 并建议通过穿戴更多衣物来保持温暖 而不是立即使用加热器 使用电热毯或加热毯 也是节省能源的好方法 此外 利用阳光加热房间和使用反向循环空调 比便携式电加热器更节能 保持房间的热量不流失也很重要 可以通过防风措施 使用隔热窗帘等方法实现 专家建议将空调设定在20度左右 并使用吊扇来循环热空气 这样可以让加热器更高效地工作 通过这些方法 可以在保持温暖的同时节省能源费用 南华早报报道 南非选民对失业 不平等和电力短缺的愤怒情绪 使得非洲民族大会 ANC的支持率 在本周的选举中降至40% 结束了该党统治南非30年的局面 这个由纳尔逊 曼德拉创立的政党 在2019年议会选举中 获得了57.5%的选票 而此次的结果则意味着 ANC必须与竞争对手分享权利 才能继续执政 这在南非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ANC主席间 现任矿业核能源部长 Grid Mantis表示 我们可以与任何人对话 但他回避了 有关该党正在与谁 讨论可能的联盟协议的问题 投票结果显示 ANC获得了40.21%的选票 主要反对党民主联盟 达获得了21.80%的选票 前总统雅各布 祖马领导的新党 Yomkwantwesizewee MK 获得了14.60%的选票 而由前ANC青年领袖朱利叶斯 马勒马领导的极左经济自由斗士 EFF 获得了9.48%的选票 马勒马在结果中心对记者说 我们已经实现了我们的目标 将ANC的得票率降到50%以下 我们将与ANC谈判 但这还不足以在目前的计票结果中 获得多数席位 分析人士认为 ANC可能会选择一个 涉及广泛政党的 全国团结政府 而不是仅于少数几个政党 组成正式联盟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南非将结束 由解放南非的政党主导的30年统治 因为愤怒的选民 将非洲民族大会 ANC的选票削减至40% 这意味着 ANC现在必须与竞争对手 分享权力 才能继续执政 这是前所未有的局面 ANC主席 Grid Mantisci表示 我们可以与任何人对话 当被问及 该党正在与谁 讨论可能的联盟协议时 投票结果显示 ANC获得了40.27%的选票 主要反对党民主联盟 达 获得了21.63%的选票 前总统雅各部 祖马领导的新党 Yom Konto V Size V MK 获得了14.71%的选票 ANC自1994年 结束白人少数统治的 历史性投票以来 每次全国选举 都以压倒性优势获胜 但在过去十年中 由于经济停滞 失业率上升 和基础设施崩溃 其支持率逐渐下降 分析人士认为 ANC可能会选择一个 涉及广泛政党的 全国团结政府 而不是仅于少数几个政党 组成正式联盟 南非总统希里尔 拉马福萨 理论上仍可以保住他的职位 因为ANC的得票数 约为下一个政党的两倍 但他将面临反对党 和党内批评者的辞职呼声 选举委员会计划 在周日宣布最终结果 根据雅虎美国的报道 货币市场账户 MMA由于比普通储蓄 或支票账户 更高的年百分比收益率 APY可以更快地实现 短期储蓄目标 这种账户提供了 资金的便捷访问 以及一些支票账户的 最佳功能 如借记卡和支票写作功能 目前最佳的货币市场 账户利率在4%到5%之间 而根据联邦存款 保险公司FDIC的数据 截至2024年5月 平均货币市场 APY为0.68% 约为2022年平均值的8倍 重要的是要货币三家 尤其是在美联储预计 将在今年晚些时候 降息的情况下 货币市场账户 分为传统和高收益两种类型 传统货币市场账户 提供较低的利率 而高收益货币市场账户 提供的利率 则远高于传统账户 在线银行通常提供 最好的货币市场账户利率 但州和联邦信用合作社 以及一些传统银行 也有不错的选择 货币市场账户的利率 是可变的 可能会根据市场条件随时变化 账户的利率将应用于你的余额 随着余额的增长 你赚取的利息也会增加 比较账户选项时 还应查看最低开户存款 和持续余额要求 Yahoo US报道 今天的存款证书 CD利率达到了 十多年来的最高水平 这主要归功于 美联储的多次加息 然而CD利率 在不同金融机构之间 差异很大 因此在选择CD时 确保获得最佳利率 至关重要 当前 短期CD的利率最高 约为5.00%年收益率 APY及以上 而长期CD的利率 则在4%到4.5%之间 举例来说 如果你投资1000美元 于一年期的CD 利率为1.81%APY 那么一年后 你的余额将增长到 1018.25美元 如果利率为5%APY 余额将增长到 1051.16美元 不同类型的 CD也更有优劣 比如加息 CD允许在利率上升时 申请更高利率 无罚款 CD允许 提前取款 而不受罚款等 Yahoo US还报道了 当前储蓄账户利率的情况 由于美联储的多次加息 今天的储蓄账户利率 也是十多年来的最高水平 全国平均储蓄账户利率 为0.45% 而一些顶级账户的利率 则超过5%APY 以1000美元为例 如果存入一个利率 为0.45%的储蓄账户 一年后 余额将增长到 103.60美元 而如果选择一个利率 为5%的高收益储蓄账户 余额将增长到 1050.85美元 储蓄账户的利息 通常是每日复利的 因此 存款金额越大 收益也就越多 尽管高收益储蓄账户的利率高 但这些利率 可能不会持续太久 因此建议尽早开设账户 以利用当前的高利率 Yahoo US还列出了2024年6月 最佳高收益储蓄账户的前10名 其中包括Sofie高收益储蓄账户 巴克莱在线储蓄账户 Bask银行利息储蓄账户等 Sofie账户 以其4.60%的APY 无月费和无最低存款要求 而脱颖而出 并提供多种额外福利 如购买原整存入 和多重储蓄账户 Bask银行的利息储蓄账户 则以5.10%的APY和无月费 无最低存款要求而受欢迎 UFB Direct的安全储蓄账户 提供5.25%的APY 并有一系列数字银行工具 每个账户都有其独特的优势 和适用人群 比如Sofie适合综合银行服务 需求的人 巴克莱适合新储户 而UFB Direct则适合 喜欢使用数字银行工具的用户 Yahoo US的文章 以生动的语言 为新毕业的大学生 提供了宝贵的财务建议 文章从毕业典礼的回忆开始 讲述了歌手John Legend 在Duke大学的演讲 他鼓励毕业生们享受当下 保持好奇心 并用爱引导自己的人生 接着 文章分享了一系列的财务建议 强调金钱虽不能买来幸福 但能带来自由 首先 要设定大胆的财务目标 并给自己梦想的空间 作者以自身经历为例 描述了通过设立愿景版 实现梦想的重要性 其次 制定可行的计划 建立预算 控制生活成本 并避免 明天再还的 债务心态 文章还建议 利用雇主提供的401K 或类似的退休计划 投资多样化的低成本指数基金 并利用RALF 401K 或IRA进行储蓄 进一步 文章鼓励读者 学习市场运作 建立应急基金 成为自己职业生涯的CEO 主动参与项目 参加行业会议 并自信地谈判薪资 最后 文章提到 要回馈社会 花钱在生活冒险上 并时刻停下来的享受当下 保持幽默感 作者Cary Hannon 是一位资深专栏作家 她通过这些建议 希望帮助新毕业生们 在财务和职业生涯上 取得成功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